好多朋友都找到张大夫问 说如何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让心脑血管疾病不发生少发生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大 回答起来 其实方方面面非常的多 今天张大夫特别想从一个方面来给大家说 这个方面就是欧洲特别早期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实验 叫奥斯路一级预防实验 在二战之后 欧洲和美国经济大发展 同时当欧洲美国老百姓过的日子也是越来的越好 人们喝酒抽烟吃肉 这种习惯也非常的普及 但是人们发现心脑血管疾病是越来越多 而且就像一个幽灵一样 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于是在挪威 这属于一个北欧国家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于是挪威首都奥斯路就启动了一个实验 在这个地区选了一千多个这种男性血脂高的人 然后分成两组 一组让他严格改善生活方式 比如说就让他控制饮食 尤其是不吃这种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食物 少吃然后戒烟 一组呢不管他接着让他抽烟喝酒吃肉 结果呢随访了五年 五年之后非常明显的效果 控制饮食改善生活方式戒烟的那一组患者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是低的 无论是心梗脑梗啊高血压等等 而那种没控制的死死伤伤 于是呢 这个实验没说的啊 公布出来之后给大家提醒啊 1973年的时候那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 就是咱们人类的一个实验就已经认识到了 生活方式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说完了这个实验 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当时1973年在奥斯路 你是愿意被分到改善生活方式那一组 最后活得长的那一组 还是愿意被分在继续喝酒抽烟吃肉的那一组啊